特定拋款是需要耍手段 現在很多次 Sales本人生日的時候 看誰進貢的東西比較多 看誰進貢的比較特別 因為有些時候 客人會用這個方式跟Sales 有更好的關係 我曾經聽過最 目前覺得最讓我不可思議的 就是一樣 他幫Sales付了 好誇張 大家 你知道姐妹掏一場心疼 那沒有關係 姐姐先幫你付這個頭期款 那後面的房貸 你再自己加油好不好 姐姐還是會一直跟你買東西 我們就是要當一輩子的朋友 我覺得我要轉 就像前陣子新聞話題裡面的那些 你一定需要去配貨才能買得到 我聽說最近連LV都要配貨 其實現在很多品牌都在玩這個了 他沒有名獎 但是他們就是 玩另外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暗示你說 你可能再買一些其他的 然後他再把它帶出來給你 通常台灣的Sales會說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在做配貨的啦 但那邊有三款包包 你有沒有先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查了電腦 他們會弄那個像小筆記電腦 這樣一直弄 好許許如生喔 好像喔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可能真的就是要再吊欸 那還是你要不要先看這三個包 我覺得這三個包也蠻適合你的 可是我那一次去 有一次我去的時候也是啊 然後但我還傻傻的不知道 因為他一直推薦我香水 我說香水 香水是你們最近有新款嗎 他說沒有新款啊 我說那為什麼一直推薦我香水 然後我就覺得你知道 還沒有Gate到 後來我才發現 喔 原來是要配一下 其他的周邊商品 其實現在各大品牌 都在玩這個配貨的遊戲 我覺得這也是我個人 因為我現在本人比較不在意了 就是說我實在不懂 你們在玩什麼遊戲 這什麼把戲啊 到底為什麼一定要配貨 是你們的貨 其他東西都是鬼東西嗎 是不是 有一些他其實也算是 總公司的一個 算是像 這樣 飢餓行銷這種方式 而且我前幾天才看到一個新聞 說現在全球的首富 是LVMH的總裁啦 上來了 所以就表示說 全球都在 崩狂這些精品 就是 你知道嗎 他們就沒有差 你要不要 我這次也有那麼心慌 有一點 所以現在真的 說實在話 現在大家比的 不是你多有錢 或你可以 就是買 你有多少樣精品 而是你可不可以 買到那一個 大家都買不到的 特定拋款 是需要耍手段 比如Sales 可能客人生日 會送花 送蛋糕 送小東西 對 現在很多次 是倒過來嗎 要送Sales嗎 每天人生日的時候 看誰進貢的東西比較多 看誰進貢的比較特別 因為有些時候 客人會用這個方式 跟Sales有更好的關係 我曾經聽過最 目前覺得最讓我不可思議的 就是一樣 他幫Sales付了 房子的頭幾塊 好誇張喔 已經交朋友了 因為這個故事是這樣 因為Sales也是蠻辛苦 是單親媽媽 然後小孩可能正好是 開始要準備念什麼幼稚園 私立學校 什麼什麼那些都很花錢 當然Sales本來的收入 就比別人高 但相對不穩定 所以當他跟客人 都變成朋友的時候 大家 你知道姐妹他會一場心疼 那沒有關係姊姊先幫你付這個投稀款 那後面的房貸 你再自己加油好不好 姊姊還是會一直跟你買東西 我們就是要當一輩子的朋友 我覺得我要轉 你當少子應該還不錯 長得又算 改行了 找一些濕奶的 而且先生 如果有哪一個牌子 需要我這樣子的Sales的話 幫我介紹一下 其實我覺得 應該說台灣的 感覺被養壞 還是被 跟國外真的是差很多 因為 感覺是被台灣的一些客人給寵壞了 對 那像 像你一次買這麼多 你 應該是Sales 你是跟Sales也很好吧 你是Sales的大戶 Sales應該會去一樓間你吧 對啊 跟你哭紅毯吧 小兵拿出來了 直升機都來了 這個節目會在國外播出來 他們不是有麥克風 一人說H來 封管 今天封管 封 排隊 這個節目不會在國外播嗎 咖啡 不會 不會 OK 其實在國外 不是只有業務 有業績壓力 他們在每一家店 他們其實是有 會競爭 他們有排名的 對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在疫情前 疫情前真的是 他們會去限購一些 數量 去買的人的數量 限制你購買的數量 對 因為他們怕就是說 他們知道很擺平自然說 你就是一個代購 你進來 你如果今天貨全部一掃走的話 他們有一些當地的居民 或者是遊客就沒東西買 而且國外超喜歡 去客訴到總公司去 對 所以他們那時候 一開始會怕 只是後來 後來慢慢的 你就是跟他高筊 你就是固定找這家店 或者找這一個售貨物 然後去跟他們買 買一買買個幾次之後 慢慢的就是建立這樣子 他就慢慢會慢慢把數量 或者把一些比較少的 不好買的 對 才會拿出來給你這樣 那他們國外售貨物 有沒有對你很好的那種案例 有多好 不過有些朋友是比較 他是比較特別一點就是說 有一些甚至他們 比如說新品發表 那個都還好 他們甚至還會請我的朋友 去住飯店 或者去遊艇什麼 或者吃什麼好料的 就是VVIP的服務 其實台灣現在CRM很重要 就各品牌最重要 就是顧客服務關係的那一塊 不一定是業務 或不一定是所謂品牌端 反而是那個CRM很重要 因為你要把所有的客人 都照顧好 因為我常常做很多 精品品牌的活動 我們各式各樣的 比如說跟著他們上遊艇 做活動 或者是真的是 把他們一路都照顧得好好 吃最好的 用最好的 然後開一瓶酒 一開結帳 然後這一瓶酒兩百萬 對對對 其實都是的 所以我覺得 台灣在服務這一塊 其實是真的做得蠻好的